国道3号监视器画面 一辆轿车停在中线车道 有两个人在车后 其中一人手上挥舞衣物 在提醒后方来车别撞上来 另外一人还跑回去开车门 好像在拿东西 后方车辆看到后 纷纷闪避减速就怕撞上去 但看起来还是好惊险 事发在3号接近中午 原来轿车爆胎才停在路中 但真的显向还生 因为看看过去的国道故障 时常发生所谓二次事故 最多就是像这样子 车辆发生擦撞后故障停在路中 人没有离开 最后再遭到后方轿车撞上来 警方也提醒国道上发生事故 有一定的安全SOP 若无法把车滑行到路间 就要这样做 是指事故发生后 开启危险警示灯 第一步车辆停下后 开启警示灯 接着在车辆后方距离100公尺处 放置三角故障标志 提醒后方来车 人要离开车上 最好到路间安全地方等待救援 避免二次追撞 路公路相对安全地点为路间 护栏湾 比车湾 紧急电话处 中央分隔带 接着拨打1968专线报案 拍下现场全景跟碰撞位置 等待国道警察来处理 都是一再宣导的正确流程 还好这一次事故无人伤亡 但画面真的好惊险 让目前民众看了眼 捏一把冷汗 三十元连关之谷福先生